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假設 Omega是這個負數 要你化解這個 我們曉得這個Omega的話 它是什麼? 它是x三次方等於1的一個負數根 這個x三次方等於1的話 它有什麼呢? 它有三個根 它三個根分別是1 再來是Omega Omega是這個 還有呢,Omega平方 我們現在驗證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是這個的一個負數根 我就把這個2拿過來 2Omega 然後把1拿過來 加1 平方 這個等於根號3i的平方 那i用來負1 所以這是負3 那你把它展開以後 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 4Omega平方 加4Omega 加1 加1的話 負3再一步去 變成加4 等於0 所以 Omega滿足 Omega平方 加Omega 加1 等於0 好 那我兩邊 再給我們乘以什麼呢? 乘以Omega Omega Omega 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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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等於0 那所以呢 我想 Omega滿足這個方式 Omega三次方 減1 等於0 也就是Omega的話 滿足這個方式 那另外什麼? 另外它兩個根 Omega跟Omega 為什麼? 因為X三次方 我一把它拿過去 減1 這個等於0 我可以因式分解 因式會減成 X減1 Rx0 加X 加1 等於0 所以的話 它有三個根 其中一個根是 X等於1 就是這裡的 Omega等於1 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 跟這個是完全一樣的 也就是說 Omega等於1 是這個方程式的一個解 另外的話 Omega也滿足這個方程式 所以的話 這個Omega是什麼呢? 是這個方程式的一個複數根 那另外一個複數根 就是Omega平方 那我們想得說 這個呢 滿足這個方程式的 那個根的話 它有什麼呢? 它有1 Omega平方 然後呢 這些 Omega滿足這個性子 這性子要把它記起來 首先Omega三次方 要等於1 我在這個 第二個的話 Omega平方 加Omega加1 會等於1 這兩個性子非常重要 我要把它記起來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想得說 1加Omega等於多少 這1加Omega的話 1加Omega是等於 負1 負1 負1的6次方 這個等於多少 我們曉得Omega三次方是1 所以這是Omega 這是Omega十二次方 Omega十二次方當然是1 Omega十二次方是三次方的四次方 Omega六次方的話 Omega十二次方